欢迎来到我们六度香港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女子三成以三篮球队 在巴黎奥运会上的精彩表现 她们在开局连输三场后 迅速调整状态 连胜五场 成功进入半决赛 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和实力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她们能否再创佳绩 未免金牌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香港的最新动态 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 近日为奥运基建选手江明慧发声 力挺她的学术论文 江明慧因支持一国两制原则的学术论文而遭受批评 叶刘淑仪谴责了这些攻击 认为这些攻击来自于逃避法律责任的人 最后我们来谈谈台湾新剧《灵日》 这部剧集旨在引发对中国可能入侵台湾的讨论 剧情描绘了中共试图并吞台湾的情景 导演希望通过这部剧 促进对话和行动来防止战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局势简报 美国女篮三成以三连胜无偿挺进半决赛 香港建后学术论文引发激变 夜留疏仪力挺 抬聚零日引发对中国入侵的深刻讨论 美国女子三成以三篮球队在巴黎奥运会的表现令人瞩目 尽管开局连输三场 但他们迅速调整状态 连胜五场 成功挺进半决赛 将对阵西班牙队 球队的防守和团队默契得到了显著提升 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和实力 接下来 大家期待他们能否再创佳绩 未免金牌 香港方面 行政会议召集人夜留疏仪 近日为奥运基建选手江明慧发声 力挺她的学术论文 江明慧因支持一国两制原则的学术论文而遭受批评 夜留疏仪谴责了这些攻击 并认为这些攻击来自于逃避法律责任的人 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夜留疏仪的支持让江明慧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成为了社会热点话题 台湾新剧《灵日》引发了对中国可能入侵台湾的深刻讨论 剧集描绘了中共试图吞并台湾的情景 导演罗景仁希望通过这部剧 唤醒台湾社会对入侵威胁的重视 并促使对话和行动来防止战争 该剧集得到了政府和个人支持者的资助 其中包括科技亿万富翁曹星成 他希望这部剧能够激励人们留在台湾保卫家园 预告片已经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和讨论 香港新闻台习近平罕见致信香港商界提振私营经济信心 习近平主席给香港商界领袖的一封罕见信函 不仅对这些商人对国家贡献表示感谢 更是中国领导人在面临挑战时提振私营企业信心的重要政治象征 习近平强调了团结一致 共同努力的重要性 并表达了对继续改革和开放的坚定决心 这封信在香港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特别是对那些有宁波背景的企业家 他们呼吁香港人避免自满 更好的装备自己迎接全球挑战 明镜想点就点 植老虎 为什么中国无法实现其潜力 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 正在大规模回归威权主义和计划经济 远离自由市场和国际社会 今天我们探讨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话题 香港的健康外交是否能打破中国内向的观念 尽管第三次全会强调创新技术和高端制造业的重要性 但许多外国学者和评论家 对中国经济复苏持悲观态度 并质疑中国是否能保持开放 然而 北京在国际合作方面 展现出一些积极信号 例如博鳌亚洲论坛 全球健康论坛的举办 香港在这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特别是在推动全球健康议题 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方面 因此 香港能否利用其独特地位 来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公共卫生合作 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网易 2023年房企财报季时 猫姐曾感慨 这年头还有安全的房企吗 如果有 大概也就是香港开发商吧 毕竟负债率低 利润率高 钱赚得多还安全 然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仅仅半年时间 香港开发商也开始亏钱了 前几天 九龙仓旗下两大上市平台 九龙仓集团和九龙仓制业 公布了上半年业绩预告 结果无一例外 都是亏损 九龙仓制业预计亏不少于9亿港元 九龙仓集团预计亏25至28亿港元 九龙仓制业主要经营香港知名的商场和写字楼 前几年受疫情影响严重 2020年和2022年亏损超过80亿港元 尽管疫情过去 2023年业绩并未大幅反弹 上半年再次出现亏损 九龙仓集团业务更为广泛 包括香港和内地的投资物业 销售物业 酒店 物流等 2022年亏损14亿港元 2023年上半年亏损更是超过25亿港元 恒龙地产也不例外 虽然还不至于亏损 但股东应纯利同比下跌55.68% 香港开发商虽然租金收入下滑 但因利润高 亏损主要是投资物业估值下滑 导致的账面亏损 未来香港物业价值回升 仍有望盈利 网易 伴随着大量资金流入中国香港 汇丰今年上半年在香港新增开设银行账户高达34.5万户 较去年末客户数增长了约50% 加上英国新增了8%国际客户至270万户 汇丰控股在香港和英国两大国际金融中心仍占据领先地位 日前 汇丰控股披露半年报 营收和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11.18%和负2.26% 并宣布再回购不超过30亿美元股份 这是齐耀年卸任行政总裁之前的最后一份成绩单 齐在任期内已向股东返还360亿美元股息和180亿美元回购 新的行政总裁爱乔治将于9月正式上任 汇丰控股已基本实现售身计划 退出俄罗斯市场 出售法国零售银行 加拿大和阿根廷业务 并完成对花旗银行中国个人财富管理业务的收购 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到亚洲地区 香港市场优势明显 2023年莫客户存款达到5440亿美元 超过英国 同时在多个领域处于龙头地位 中国财经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股市深探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香港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协议 以提升快速支付系统 这项协议旨在促进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跨境支付 为商业和人员流动提供便利 双方高层在会议中交换了意见 并计划透过这一合作框架 使香港居民在内地的生活更加便捷 然而 这并非一蹴而就的改进 具体细节仍未披露 大家是不是对这些新政策的影响充满好奇呢 特别是那些想在大湾区购房的香港居民 这些政策是否真正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 此外 还有数字人民币的试点 以及其他跨境金融合作措施的推进 这些都将对香港作为中国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让我们一起解开这些政策背后的真相 有正系暗烂报道 今日是全民运动日2024 香港特首李家超和多卫斯局长积极响应 亲自参与康体活动 李家超在大浦东昌街体育馆与市民互动 体验了整斗带等活动 并鼓励市民每天运动半小时 以保持健康和快乐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与市民踢足剑 邓炳强和孙玉翰则参与了市内赛艇和毛巾健体操活动 康文署在关塘市中心举办的城市体育嘉年华内 设立了全民运动日活动摊位 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 多所机构也在今日免费开放康体设施 进一步激发了市民对运动的兴趣 华尔街财经报道中 一位千禧世代女性选择与室友合住 避免独居带来的孤独感 同时也节省了不少生活开支 她发现与室友同住不仅让生活更加充实 还提升了自己的耐心和沟通技巧 与此同时 香港房地产业面临挑战 新界的UPLAN项目因 按揭利率高企和市场供过于求 销售预冷 仅售出139套新房中的10% 专家预测 如果9月利率下调 销售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 最后 奥运选手的奖励也备受关注 除了金钱奖励外 许多国家还提供免除兵役 汽车 牛 免费食物配送等独特的奖励 激励选手们为国争光 明镜电视报道中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试图撤销2020年选举干预案 但被法官塔尼亚丘特坎伯回 强调法律应基于事实和证据 而非政治动机 这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 此外 特朗普提议将与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的辩论 改在福克斯新闻举行 并提前日期 但遭到贺锦丽的拒绝 双方阵营互相指责 辩论风波迅速成为媒体和选民关注的焦点 最后 韩国标志性餐厅 Zonggang Hayjen将在香港开设分店 这不仅反映了韩国文化在香港的影响力 也为当地美食爱好者带来了新的味觉体验 世界新闻网报道 巴黎奥运女子重见金牌得主 香港选手江明慧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退役 结束了近20年的全职建机运动员生涯 她表示 未来计划设立慈善基金会 帮助小朋友重拾运动的乐趣 江明慧在Instagram发文中感恩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并透露将把部分奖金通过慈善基金等形式 资助小朋友接触基建等器材叫昂贵的运动 她在机场接受采访时表示 希望未来能在内地交小朋友基建 并期待与更多小朋友分享奥运金牌的喜悦 BBC中文报道 香港低视业界成为不少市民痛苦的来源 主要因司机举止粗鲁 拒载和兜路等问题 商人和国标分享了她陪同坐轮椅的母亲 到医院时经常被低视拒载的经历 今年6月 香港低视业议会开展了礼貌活动 但效果有限 特区政府统计显示 低视司机的投诉量增加 但最终能被执法惩处的比例极低 游客也常成为黑司机的目标 遭遇多收车费等问题 除了服务质量 香港低视的安全问题也长期被诟病 事故发生绿高居榜首 低视行业面临高昂的经营成本和保险费用 司机们在高压下难以提升服务质量 此外 网约车平台如Uber的竞争 也对低视行业造成冲击 东方日报报道 香港龙州节在纽约法拉圣草原 可乐纳公园举行 吸引近200支队伍 约1500名选手参加 今年正值龙年 除了龙州赛外 香港驻纽约经济贸易办事处 还提供丰富的路上活动 包括舞龙 武术表演 音乐演出和手工艺工作坊 龙州节不仅推广体育精神 还致力于文化交流 获得纽约各界高度肯定 开幕礼上 香港驻纽约经贸办处长何美智 介绍了现代龙州赛在香港起源的历史 并特别提到今年新增的香港美食街 让纽约民众品尝香港美食 如咖喱鱼蛋 肠粉 蛋挞 鸡蛋仔和港式奶茶等 星岛日报报道 巴黎奥运体操男子调环决赛上 中国国家队选手刘洋 以15.300分摘的金牌 成功未免 队友邹靖元以15.233分获得银牌 国家队连续两届包揽 调环项目的金银牌 刘洋在贝尔西体育馆的完美表现 不仅为国家队赢得了本届体操赛事的手金 也再次证明了他的调环王之名 而在早前的体操比赛中 中国男子队已夺得团体银牌 张伯恒和肖若腾分别获得男子 个人全能的银牌和铜牌 接下来国家队还将参加女子高低杠 男子双杠等项目 继续争夺更多奖牌 星岛日报报道 香港天王张静轩在温哥华举行的 美加巡回演唱会上 突遭一名光头半裸的外籍男子从后偷袭 张静轩被狂迷公主抱并转了几圈 险些被抛下台 令台下观众惊呼连连 事后有指这一幕 其实是刻意安排的舞台效果 以增加演唱会的气氛 张静轩在演唱会上大唱多首经典歌曲 并感谢歌迷多年的支持 张静轩还透露自己曾患躁郁症 写孝旺书时 正是患病期间他感恩歌迷的不离不弃 并表示每次演唱都会尽力做到最好 星岛日报报道 巴黎奥运乒乓球女单决赛中 30岁老将陈梦以4比2击败孙颖沙 成功未免 成为继邓亚平和张一宁之后 第三位未免奥运女单金牌的球手 陈梦的明星表哥黄晓明在微博上 道贺并开心地发红包 而在铜牌战中 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以4比2战胜 韩国选手申育斌赢得铜牌 24岁的早田希娜 因其可爱的外貌和实力 早已是日本家喻户晓的运动明星 申育斌则因其清纯可爱的外貌 成为广告商丑 不过她选择专注于乒乓球事业 放弃了生读高中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We're just numbers in their cold hands Fight the castle built on sand Pride something I'll reclaim the night Under truth in blinding light Elections with deals in the dark Voices lost in power's arc Leaders laugh while we cry Change the rules make us comply Drop again the noise fills the air Pay on the voices I don't let Revolution Stirling the streets Claim the thunder,peel the beat Whispers grow the angry shout Tear their towers,bring them out Every soul in this fight Drag the lights into the ligh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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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i know you i know you